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们刚才差一点就 珍妃 东西都给您送过来了 珍妃啊 在这宫里头 能花钱扮成事的人倒是不少 不过像您这样 既省钱 又能把事情办好的 也就珍妃您一人了 少多嘴 多做事 是 松鹤延年 扶寿双全 这都是祝寿最好的字样 珍妃 奴婢还准备了一些 竖旗子用的木杆子 根根结实 就是再大的风 也不用怕蛇了 珍妃 你看 嗯 赶紧竖起来吧 竖得高高的 才显得气 是 诶 珍妃 花儿来了 来 快干活 把这儿挂好啊 快过来 快过来 故外护而不必 是为大头 怎么样 没错吧 嗯 轮到我了 你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我 要下雨了 赶紧走吧 嗯 你在这儿别动 我去找傅上公 问他借把伞来 那你不就临时了吗 小婆婆妈妈的 你在这儿等着我 不 快 收工 傅上公 傅上公 我来接把伞 殿下还在公道那儿等着呢 你怎么把他一个人留那儿了 带他过来我怕他淋雨生病 还是我来比较好 我和你一起去 人呢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刚才 他有说要去哪儿吗 他好像说他要去福安宫 福安宫 福安宫 不好了太妃 雷皮中了福安宫 前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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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我们刚才差一点就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他太被打击了 王太妃 快来人哪 太妃 你没事吧 太妃 快来人哪 天罚 是啊 宫里都在传 说王太妃是不是惹怒了上天 才降下了天火 昨晚的雷啊 一个接一个实属罕见 看来 只能用上天震怒来解释了 莫非王太妃真做了什么 惹天怒的事 玉内侍 在圣上面前胡乱才赌 口说无凭 是不敬之罪 附上公 你说玉和是胡乱猜夺 那你见多识广 你倒解释解释来看 坏南子里就有写 阴阳香薄为雷 激阳为垫 所谓雷垫 是上天降怒的说法 都是虚妄之言 所以汉代的王冲 才在论衡里面加了类虚偏 这傅上公啊 还真是什么杂数都看 我倒是问你 这个王冲 他是什么官职啊 王冲只当过郡县疗手之类的小官 不过他写的论衡倒是有点看透 这本书是儿介绍给傅长公看的 傅安公一片火海 难道 只是天灾就没有人祸吗 微臣认为有人祸 说 秦王说 昨晚在公道下面避雨 突然就被人打晕了 等微臣赶过去的时候 他就坐在 福安宫那棵大树底下 如果微臣晚去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知道那棵大树会遭到雷击 所以故意将秦王放在那里 想要取他的性命 昨晚电闪雷鸣 谁知道雷会劈到哪棵树啊 秦王还是个孩子 没准吓得 自己跑到树下躲雨去了 可他为什么会晕过去 当时福安宫已经被一个雷击中了 巨声隆隆 没准 这孩子却下晕了 那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 说自己是被打晕过去的 傅上公为了 把秦王从树下救回来 险些送命 估计秦王怕说出来挨骂 所以 你编一个故事 陛下 秦王是不会撒谎的 这次的事情 微臣怀疑有人弄奸 傅上公 你说这是人祸就要拿出凭据 这世上难道真的有人能预知雷会记中哪个树吗 傅上公说昨晚不是天意 那么 如果不是天意使然 傅上公怎么能那么巧出现在福安宫 你能够避免 及时救出秦王 这 就是天意 看来这次 是 天又无闻啊 陛下 既然是上天的招式 福安宫屡遭雷击 我想 福安宫之主 是不是应该避一避啊 妾身斗胆 有请王太妃 迁出福安宫 送归清修罐 如果日后查明 王太妃并无过错 咱们再把她接回来不就是了 陛下 先送回清修罐吧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颜妃啊 居身在 从今天起 你代管后宫事务 遵命 起来吧 傅上公 微臣在 颜妃身子不好 不能让她太劳累 你协助颜妃 掌管后宫事务 你要尽心 微臣一定尽心解力 保护后宫的祥和安宁 保护后宫的祥和安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